假如我眼熟又未知警惕 李榮浩日前到貴陽舉辦 縱橫四海巡迴演唱會 在台上跟粉絲聊天到一半 沒想到竟然發生這種意外 你們講話的時候 應該有一隻蚊子從嘴裡進去 沒事你現在已經在這了 沒關係沒關係 對 粉粒了粉粒了 影片曝光後有網友以為他在開玩笑 跑去跟當天在場的前排記者求證 結果得到證實 李榮浩開頭說他吃到隻蚊子 讓粉絲苦笑不得 發文寫下為什麼總會在他身上 發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真的是太離譜又搞笑 直接在演唱會現場用蚊子加餐 事件也登上微博熱搜 更有網友開玩笑表示 蚊子可能一開始想飛進眼睛裡 後來覺得太困難才飛到嘴裡 還好眼睛張不大 不然飛進去後果就更可怕了 有苛策子 有時候會有記憶 不怕了 快看 不是 發現